让我告诉你,我与酒精的关系,这是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,我喜欢它的味道,但讨厌之后的早晨,我的意思是,谁需要头痛和恶性才能开始新的一天,但是尽管有后果,我们还是继续喝酒,因为说实话,它让一切变得更好,我的意思是,你有没有试过没有一点液体勇气的情况下跳舞,不,只有我,好的,然后是永无止境的争论,关于哪种饮料更好。 啤酒还是葡萄酒,好吧,让我告诉你,没有正确答案,这完全取决于情况,如果你和朋友一起去烧烤,你会喝一杯冰镇啤酒,如果你想给约会对象留下深刻印象,那就是一杯红酒,如果你只是想忘记你度过的一天,那就是一瓶酒,让我们不要忘记烈酒,你知道的,这种酒会让你做一些明天会后悔但却不记得的事情, 你知道,比如给你的前人发短信或唱卡拉OK,但最糟糕的部分是什么,第二天,你会发现自己的歌喉真的很好听,因此,总而言之,无论你选择哪种酒精饮料,只要确保负责任的饮酒即可,如果你做不到好吧,记住总会有水喝遗憾,干杯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